哈囉 我是凱涵 不管晴天雨天 天天都給你 陽光好心情 不要一直打廣告啦 我沒有打廣告 今天真的是陽光好心情啊 你不是說今天要帶我開箱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收到一個邀請 就是我們要開箱 德國金公宅 德國我知道 歌詞很厲害啊 歌技很厲害 但什麼是德國金公宅 德國金公宅顧名思義就是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德國字 德國進口的 像是它的魏魚是德國製的 竹具是德國製的 就連地磚也是德國製的啊 那麼厲害 好的 馬上就來一探就近 跟我們一起出發吧 麵包店耶 所以可以來這邊吃早餐 互買下午茶回家哦 南州市場耶 上下班之前買菜啊 採買什麼的都非常的方便 大同運動中心 Here 這間運動中心呢 它的規格 它的設備 可以說是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好 所以 如果你要下班之後 然後放假來這裡運動 也超方便的 這裡不就是蘭州公園嗎 沒錯我們今天到了哦 德國金公宅就是 蘭州生態公園的對面 這個位置滿好的耶 是啊 哦 而且我們的蘭州生態公園很厲害哦 是 因為其實它有664坪這麼大 而且其實政府維護得非常好 因為有個蓮花池 還有兒童遊樂設施 跟老少賢飲 就在我們德國金公宅的正對面 是啊 副總 我剛剛一路走來哦 驚喜連連 我發現呢 十一住行 娛樂全包 你剛剛其實走過來這邊 大概只花了6分鐘的時間而已 嗯嗯嗯 我們如果從另外的大橋頭 街面站走過來 其實只要4分鐘而已 對 這邊有大同國小 明圈國中 大同高中 大同大學 所以小朋友從小到18歲 念到大學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哦 所以如果想運動的話 剛好這邊有運動中心 嗯 而且如果說想要去辦一些手續的話 剛好我的行政大陸也在正旁邊而已 德國金公宅 我更想看看是什麼樣子了 竟然有這麼好的環境 趕快帶我們去開箱吧 沒問題 我帶你去我們樣品屋參觀 好 呼不及待的要來開箱我們的 德國金公宅 但是呢 我剛剛 也只在已經辦法要開進去 哦 我還在一起叉叉叉叉 來 我跟你說 安全很重要 你現在看到這道門呢 它是防火的岡木門 所以它基本上它有一個防爆 對 它有一個防火防爆的一個石層在 再來是這個鎖非常的厲害 是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有警報響了 要等它一下 讓它稍微冷卻一下的概念 對 所以我們等下實現了 跳轉15秒之後 重新再跑一次就跑了出來 所以它就像 iPhone要用指紋 對 它除了指紋之外 其實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設定 假設指紋沒辦法用 它可以用按鍵做密碼 不然就是用卡片 假設它今天完全都沒有電的狀況之下 我可以從這邊去打開 可以把這鑰匙放進去開 它等於是五合一的功能 然後我們有的防尾水功能 就是我現在關起來之後 別人是都完全打不開的 這麼安全 對 所以基本上它是還不錯的一個設計 是 那再來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個啊 就是我們的18瓶左右的一個樣瓶 或的大小 空間感很好 沒有壓破感 對 首先第一的 因為我們跳高是3.6 對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上面所有的 應該可以做收納的空間 未來都是你可以拿來做利用的範圍 那再來是 你看這一個面塊你覺得舒不舒服 還舒服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一個面塊 將近快3米的一個面塊左右 它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那搭配上這一個比較挑高的一個氣度 所以現在坐在這個沙巴上 坐在客廳就覺得 其實這房子不感覺它很小 雖然是一房一廳的空間 可是我們這邊故意做了一個半卧榻的感覺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一個書房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做書房的空間配置 再來是這樣子的空間大小 可是它該有的廚具跟衛浴設備都沒有少喔 首先看到這一個我們現在用的全部都是德國鏡桶的 Innoti的衛浴設備 那一般人家看到外面的衛浴設備 所放的那個水龍頭 對 都不會那麼漂亮 這一組是燒光黑的 那再來也包含了浴櫃 那包含了淋浴柱 其實這些東西它全部都是我們的高枕配備 最重要的是這一層馬桶 這層馬桶是自動馬桶 簡單說你能靠近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做感應 那會發光 會有一些基本的前面的清水的動作 它的自動清洗工具超強 清洗加頭臭 所以等於說在每一次使用過後之後 它不會有任何的無垢殘留在上面 你的配備很好耶 因為它根本馬桶不是一個鼓勵的高單上 沒錯 沒錯 其實我們的廚具配備它也是走 我們也是用德國鏡桶 而且五年的保固 是全套的廚具跟廚櫃 都從德國直接進來 重點來囉 這個木地板 也是德國的 我們有兩種顏色讓你調 而且重點它非常的耐刮 你要不要試試看 真的可以刮嗎 可以啊你用力刮 這樣子刮嗎 它完全都不會有任何的 因為我斜壞了 然後地板就沒事 對 因為基本上 木地板的部分 它除了防刮耐磨之外 在它的下面 我們還鋪了防潮 防水的一個就是防潮墊 所以其實你走起來 它還可以有效的讓樓下覺得 不會聽到太重的聲音 小坪數空間不會很難設計 可是你剛剛看到的 就是廚房啊 廁所啊 包含這邊 我們也做了一個 小小的一個 吧檯感覺的小單桌 這超棒 它等於是廚房的中島 它也是你的酒吧檯 然後它也是你們的餐桌 沒錯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 房間的配置 那其實 因為正常的房間啊 可能它沒有那麼多的收納空間 那我們這次故意就是 因為它是3米6 所以我們讓你看到上面這個位置 它其實可以做很好的收納 所以因為挑高3米6 所以其實看起來 算是有18坪的大小 可是這個房子的空間設備 完全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你會覺得說其實還蠻有舒適的空間感 所以你看啊 因為這個房子很多人說樣品屋 到底實際上你蓋好裡面 會不會長什麼 長得是一樣的 還是說你的用料 到底用什麼線 都不知道對不對 對啊 外在沒有了 那內在呢 好 沒關係 我們這邊特別準備了一間 可以讓你做測試 我告訴你這個金公仔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帶你來這邊看 來 我先帶你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剛剛講的房子裡面的一些 飄高格局的部分 都做得不錯 那重點是這個房子的 隔間隔屋想怎麼做 我們用的是一個 閃心的工法 叫做系統� 有看到很多洞嗎 這樣不會不紮實嗎 好 問題我覺得不紮實對不對 我告訴他可以承載多少的吊掛重量 我現在把它拉到一百七十幾公斤 所以這道牆是我們用這個系統磚做起來的 那其實一顆膨脹螺絲下去之後 它可以承載兩百公斤的重量 另外有洞會不會覺得隔音差 對啊 測試給你看 開發囉 好 關起來囉 秒降 那我們在台北市這麼熱鬧的地方 要寧靜其實也不容易 對 所以這套工法 目前在台北市來說 它是非常少見的 它是一個新的工法 在這個隔間隔戶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隔間隔戶牆之外 最重要的是整個房子的結構 我們這邊結構的工法採用的是連續壁 那我們往地下開挖深度 將近二十二米 也是目前在這一區 完全唯一沒有用過的 叫做一個新的 叫AlphaSafe的系統工法 正常一般的柱子啊 就像你看到黑色的這個部分 它就是一圈柱子 然後裡面綁起來的當筋 那我們這次採用這一套 就是在一個方柱裡面 增加一個圓形的 這個叫柱中柱的工法 現在新的工法就是 你看到黃色的這一圈 它是一體成型的一筆庫 所以等於說我一來就直接 把它整座上去 然後把它整個固定住之後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位移的問題 那再來是在窗框的部分 因為一般正常都怕窗框地震 就拉扯 所以我們在旁邊也是做了 開口的你的斜向開口 你的水平開口的三大補償 一般正常房子啊 你買房子就是最怕的東西是什麼 漏水 對 那我們這邊說採用的防水 是從RC的結構場開始 我們先用了一層水泥粉 然後用水性壓克力去著底 然後再用一個複合材質 兩道材質去做兩個不同的防水材 去做鋪色 鋪色完之後 我們最後才去貼磚的動作 在這個窗框的收邊處 我們也故意把它用了一個 凹進去的防潤 你自己看 這是凹進去的對不對 所以你的窗戶對外面的一個 防水效果是比較好的 對 那我們這次採用的是永鑫的女門床 它是台灣跟日本的小瓦的技術合作 那做出來之後 其實它也是進入認證的喔 那再來我們往這邊看這一道 你先看到橘色這個 就是我們所做一個正常的管道間的示意 包含了它會有一個那個 污水管 背水管進來 那因為管道間是連通到各洞去的 一般正常的舊式的做法的深水管 好 你可以按這個鈕試試看 它的水會流這個地方 就一直往那邊吸掉 對 吸過去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現在新的 採用SOOTLE的這一套的防疫系統 來 你試試看這一顆牛 你有發現哪邊不一樣 上面的好像就是在那邊沸騰著 然後那個空氣一定會衝出來 這個都很穩定 為什麼 你看它跟它的差別多的這一座 那因為多加了這個 排水空氣的防疫系統之後 它可以讓這邊的吸氣法去把這個吸吸入 讓它變成完全的壓力 是屬於的鎮壓狀態 讓你的管道的純水灣的水不會跑掉 所以相對的你有什麼螞蟻啊蟑螂 甚至最重要的是味道 不會跟著過去到主管道前 對 你講到防疫這兩個字 有一些就是因為排水空氣系統而傳染 沒錯 所以我們也增加了這一套系統 去讓它整個防疫措施做得更好 那再來是我們也做了一個3M的進水器 有效過濾百分之99.9的雜質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是這一套系統 一般正常來說啊 假設你到朋友到門口來 就是到家裡來 那可能說他要進來的話 是不是都要經過警衛打電話 對 那我跟你講這個不用 就是我在家樓上 我只要給你一個QR Code 你家樓下收到我QR Code的招聘 只要這樣感驗一下之後 PB它就要打開了 它每一個QR Code都獨一圍 而且只有10分鐘的軟字器 所以也是因為這套藍牙系統 所以你進出之後 它整個就是藍牙智慧宅的概念 所以其實它整個安全維護 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這套系統是威盛科技做的 就是我們台灣算是首屈一指的 科技公司做這個系統 那為什麼選台灣的系統呢 因為它的維修售後服務的東西 做得非常棒 這邊所有的實測完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 足以豐盛用的所有的材質 用的所有的料 其實真的都是 超規格 耶 今天一日實測大成功 來機場 耶 我今天來開箱的這個 真是我開箱過所有的產品 最棒的 然後最精彩的 因為呢 德國金公仔真的 是不是精緻工藝 然後很多都是Made in Germany 再給大家複習一下 有哪一些是Made in Germany呢 有哪一些 除去設備 位置設備 下採的木地板 這些都是德國進口的 那我們的磁磚是義大利進口的R.A.K. 那再來我們所採用的其他的工法 它都是屬於台灣比較新的一些技術工法 包含系統牆 包含我們BASAFE工法 那一直到我們後來用的那套藍牙 微生科技那一套系統 對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台灣跟德國的金公做在一起 那像這樣子的坪數啊 結構其實很適合 像小夫妻啊 情侶啊 或單身貴族來喔 其實這樣子的房子啊 其實它因為坪數比較精簡一些些 是 那所以它其實入手門台非常的簡單 那在這樣的好環境 用了這麼好的一些建材設備在裡面 那其實就是我們足以豐盛 希望提供給大家 用最高CP值 告訴大家一個豐盛的概念 才能買到一個好的房子 那今天呢 開箱非常的開心 也讓我呢 這個好好見識一下 很多的年輕人想要成家呢 也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選擇喔 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來這裡賞屋看看啦 那在這裡謝謝副總 謝謝台湾 那期待下次很快跟大家再相見之外呢 給大家比個心 好 謝謝大家救命